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尝试为女儿做心部复苏 但是令女儿干呕 于是报警求助 女婴送入院之后 证实她心脏病发 肋骨 小腿骨 骨骨 脊骨骨骨折 瞳孔出血 舌头撕裂 脚趾 手指甲被拔掉 全身都是擦伤 目前情况仍然危怠 需要靠机器来维持生命 雪莲有一个五岁的兄长 曼牛 警方指出 曼牛共称妹妹经常嚎哭而惹怒她 警方给她一个洋娃娃 让她示范如何对待妹妹 结果她把洋娃娃夹在鸽椎窝下 再把她抛上天空 拳打妹妹的胸口 警方表示 曼牛叫童年男孩比 具有攻击性 估计她可能有人格障碍 目前曼牛已经被儿童福利局接管 举方表示 女童的父母没有女儿前科 但是父亲卡玛曹有月期的记录 曾勒住妻子加福莲的颈部 加福莲义共称 卡玛曹照顾女儿时叫粗鲁 经常对着女儿咆哮 布鲁伦地区检察长高雷兹计划为曾经活跃政坛的律师 约翰·奥哈拉方案撤销她20年前的定罪 奥哈拉90年代热衷参议院选举 20年前她被指用同机的女友住址登记做选名 并于1996年投票 涉嫌非法投票而被捕 最终罪成 被判罚款及社会服务令 需要清洁街道和公厕 呈纽约市120年来 首名被判非法投名罪成的人 由于有案底她一度被吊销了律师牌照 到2009年才恢复了职业 奥哈拉认为自己罪成全英时任布鲁伦地区的检察长西斯是其政敌 前任已故布鲁伦地区检察长汤城已将其案底抽出再调查 现交高雷斯接手 并于今日晨堂 料将洗脱奥哈拉的案底 奥哈拉表示一日有案底 一日都是二等公民 对望方案表示欢喜 皇后区Corona今日凌晨爆水管 造成严重的税禁 六座大楼数百名住客因停水 有大楼甚被气毁的暖气炉 停止暖气的供应 今日凌晨一时 Corona六十大道地下一段12寸扩水管突然爆裂 大量的水水涌出街道 水深一度高于三尺 浸过了汽车 邻近六座大厦亦受影响 数百名住客通宵停水 其中一幢大厦的地库暖气炉亦被浸毁 导致全座楼宇没有暖气的供应 政府当局到京城才派员到场 更换了损坏的水管 维修期间99街至Coloway Street之间的一段六十大道需要封闭 市议员菲瑞拉斯提醒受影响的市民 如果水浸导致了财务损失 可向政府追讨债赔 纽约州州长库默昨日坐直升机发生了基建故障 需要在纽约上周的哈德逊河做紧急的处理 库默昨日在纽约州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发表最后一分周情资讯 其后乘坐州警安排的直升机前往纽约市 途中闻到了机上有烟味 于是即时告知了机师 并于下午四时在奥兰治县纽宝市的史差域机场 坐紧急降落 无人受伤 据了解出世的机场已经服役了15年 过去因过多的故障而紧急降落 警方曾计划买新机 但是被纽约州的审计部阻止 现任纽约州审计部长迪纳波利 过去多次因审计报告于库默唇枪舌战 审计部拒绝评论此事 纽约市消防局正阶级招募女消防员 并派现役的女将到各大学院举办了招聘活动 鼓励更多的女性加盟 目前纽约市共有58名女消防员 数目较比2006年上升一倍 但占据全消防员数人不足一成 马天尼便是其中的议员 她原本从事时装行业 2006年看见消防局的招聘广告而毅然转行 目前除了救火亦会担任模特 为消防局拍摄年历 马天尼表示 女性当消防员体能并非最大的障碍 因平时照顾小孩购买已经训练了足够 她表示男同胞 巨抗女消防员才是最大的阻力 不过在她的工作分局中 男同事都对她十分好 她为此感恩 当务之急 她会赶到各大院校举办招聘活动 让同学们穿上消防员制服 了解救火的装备 鼓励更多的女性加入消防队 她的目标是将女消防员的人数增加至200人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建昆虫蝴蝶馆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宣布 将全新的昆虫博物馆以及蝴蝶馆 计划新建的昆虫馆占地5000尺 除了会饲养不同品种的昆虫外 亦会展出昆虫的标本 以及设立互动的实验室 从中增加市民对昆虫的认知 至于蝴蝶馆 则占地3000尺 除了会饲养活生生的蝴蝶外 亦会设立学生的研究室 以及科研人员的图书馆 这两个场馆是博物馆 3亿4000万元扩充计划旗下的项目 预计2020年落成 预计2020年落伤 预计2020年落伤 预计540万元扩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